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SKY教練 今天我們聊一些事實的時候 不只是我一個人啦 在我旁邊大家發現有一位 驚為天人的女生 大家好,我是金銀子 交通安全法則 我聽起來就是行人優先 其實你知道我常常住國外 我在台灣開車開到某一個地方 行人過去的時候我都會習慣停下來 然後讓他們先走 台灣的行人還蠻膽小的 會不會看看我 可以先走嗎 不太習慣被人家讓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行人優先 這個行人非常重要的法則 那為什麼會想要 聊到這樣的一個問題呢 前幾天我在看新聞 有一台汽車 它好像是在法拉利 它要左轉 對面也一直有摩托車過來 然後有一台摩托車 過到一半 綠燈喔 綠燈喔 到一半中的法拉利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腳有點抽筋 去踩到油門 直接給它 就撞下去了 撞上去 對,摩托車就飛掉了 對 OK 然後 新聞下面又打了一排字 法拉利沒有禮讓摩托車 我覺得首先這個新聞記者有問題 法拉利沒有禮讓對方的人 你怎麼會用禮讓這兩個字呢 你有一點基本的 那個開車的 行駛權的觀念嘛 執行車是 執行車要 要禮 禮了 我不一定 執行車要禮讓左轉車 執行車在綠燈的時候 有完全的優先權 對不對 所以左轉車 它本來就應該在那邊 等著它先過去啊 對 這個記者用詞的問題 它應該讓大家發現 其實左轉車就是要讓執行車 我再問你一件事 你有沒有常常坐車在人家車裡面的時候 然後 車子停下來了 你看到前面的車子停下來 如果你前面那台車停下來了 後面的車應該怎麼樣 停下來 大聲的告訴我們的鏡頭 再說一次 如果前面的車停下來 後面的車應該怎麼樣 停下來 對了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一個觀念 但是 但是 路上面一條線 例如說這樣路上面有兩條線 對不對 前面這一台車停下來了 後面有一台機車 你是會把自己應該當一個單位 是 所以你也應該要 停下來 對 停下來吧 沒有 沒有 我們摩托車 我們計算是轉過去 是不是 你知道 我常常形容我們台灣的摩托車 跟水一樣 你知道 你有試過把水倒在一個地方嗎 它如果往下流流流流流 溢到石頭它就分開了 它想辦法 對不對 好了 那摩托車不應該把一條線 劈成兩條三條線 一個汽車是一個單位 這一條線上面應該只有一台車 對 所以後面如果有三台摩托車 另一台 應該一台另一 我說這個是 這是最正確的方式 萬一你從旁邊繞過去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容易 例如說往左邊會壓過雙黃線 往右邊會撞到右邊的來車 那既然你選擇了這個樣子 像流水翻過去的情況之下 碰到了旁邊的汽車 通常第一件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汽車負擔 沒有那麼嚴重啦 汽車騎士是不是會 通常下來把安全帽拿掉之後 然後 你怎麼開車啦 對就是會開始 互罵 當你選擇像流水一樣 往兩邊過去的時候 你其實已經在選擇破壞法律了 所以如果說在街上 我們盡量的遵守交通法律 盡量的與人溝通 我們的行車就會比較安全 那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也反映到我們人的生活 人的生活溝通嗎 是 當然啊 要溝通 那你 你有常常與你 欸 不 我可以問一下嗎 你交男朋友嗎 很性格耶 沒有 有沒有遇到一些溝通上的問題 有耶 想說 像是可能他不開心 他不說 卻要怪我說 他 我怎麼不去體諒他 我就覺得 我又不是你 我怎麼知道你在想什麼 遇到事情不講話的 比較多的是女孩子啊 這是我的誤會嗎 還是 不對啊 或者是 男生生氣的時候 可能就是 有時候真的不小心 就 推了你一把 不可以吧 這樣我也覺得不太應該 你應該用說的 身為一個男人 對比你弱的 不管是女生或是男生 不要動手 那你 你後來跟 你的男朋友相處的時候 遇到的問題 你們都怎麼解決 都變成前男友了 如果你沒有靜下心來 跟你的女朋友 或跟你的另一半好好溝通 你就會變成 前男友了 所以 大家不管在 人與人的相處上 男女之間的相處上 甚至 反應到開車上面 都可以把 這一些準則放在心裡面 第一 多為別人著想 嗯 第二 實實檢討自己的話 我認為這個社會 會核心很多 是的 沒錯 對不對 同意嗎 同意 不要做一個自私的人 所以我們兩個其實 沒有什麼代溝嗎 沒有 挺好的 OK很開心 她能跟我聊這麼多 分享一些 稍微比較年輕的人 跟我之間的看法 然後發現 其實並沒有那麼的不一樣 下次 記得 再鎖定我們的頻道 今天跟朋友們聊的內容 不知道大家還喜歡嗎 如果有任何的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一定抽時間回覆大家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歡迎大家 點贊 訂閱 開啟小鈴鐺 記得幫我分享喔 我是凱教練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